两名男子在大街上爆发口角 交车驾驶拿出手机录影 外送员不断摆出手势 两人做事要打起来场面火爆 事发在云林呼卫 疑似交车驾驶转弯 差点撞到外送员 两人不顾交通阻塞 在路中大吵起来 另一起裙架发生在台中中青路的KTV 一群人被警方压制 远警对控鸣枪还喷洒辣椒水 压制闹市群众现场一片混乱 爆发口角一方想认识对方 遭到拒绝引起不满出言挑衅 双方都喝了酒情绪失控 发生肢体冲突 最后警方将12人扣上手铐 带回警局 记者卢俊杰 廖文斌 连元斌黄山 台中云林采访报道